好 惠真 我剛剛講 三個多月前 中國大陸就已經在流傳一篇文章 在網路上瘋傳 流傳的是高房價吃人 那這兩天流傳的文章叫做 中國的高房價開始吃小孩 我把這篇文章 PO在年代向前看的臉書 也引發了非常大的分享 轉載跟討論 那同一時間三個多月前 這個活下去的畫面跟場景 是萬科集團 在去年Q3Q4的時候 就開始面對房地產跟開發商 可能活不下去的壓力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地產商 可能有活不下去的壓力 那人跟小孩也可能 被高房價所吞噬 對 您管您所提到的 這一篇報道之所以 可以引發這麼大的一個迴響 最主要的關鍵是 它所舉出來的一個 出生率骤降的一個地方 竟然是浙江的最主要出生率上來 是全省第一高的溫州 大家都知道溫州是什麼 溫州可以說是我們東方的猶太人 從最早中國開始進行一個 個體經濟的一個發展的時候 溫州是率先開始的 所以溫州的草房團在整個中國 是非常非常有名 那整個中國溫州的草房團 到後來大家會認為說 它是一個火車頭 它不但走出了中國 炒到了全世界各地 包括倫敦 包括日本 各方面都有 但最新今年1月14號 這一篇最新出來的一個數據 是什麼呢 溫州它公佈它2018年的 總出生人口 竟然只有96903人 我們會覺得9萬多很多啊 但是它卻是10年來 首次降到10萬以下 10萬人口以下 它跟去年同期相比 更是減少了15.7% 那大家都會發現說 為什麼連全世界 全中國最會生最感生的溫州人 都開始不敢生小孩了 他有提到一個最主要的數據 就是說因為整個現在 中國面臨到一個 房地產泡沫化的問題 那在泡沫化的一個當下呢 你會變成人在養房子 這件事情已經面臨了 非常大的一個困境 養房子 養小孩 變成一個抉擇 如果你養了房子 你就沒錢養人 養小孩 是 而且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說你知道它在榮景的時候 2008年溫州它占整個 浙江的人口數是六分之一 但是呢 全浙江違法超生 什麼叫違法超生 就是我們都知道 中國有一胎化嘛 就是說你要生第二胎的人 光溫州這個地方 違法超生的竟然占整個 浙江的二分之一 這代表什麼意思 最會生 最超生 最有錢的 都不生了 爺就是有錢 我寧願付錢 就是你知道違法超生 就是說你要被罰錢嘛 我爺就是要付錢 我都要生 就是要生給你看 因為他們有多子多孫多福氣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是我聽我中國朋友講的 在溫州人喔 你如果死掉了 你沒有留一套房給你的小孩 那個是很丟臉的一件事情 所以溫州人他們對於生小孩 這個情況其實是非常的積極 但沒有想到高房價 竟然變成是最好的避孕藥 這其實是想起來喔 這中國政府對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緊張的 怎麼說呢 我們都知道 中國它在2017年開始 開放所謂的二胎 它原本預計就是說 開放二胎之後 為什麼開放二胎 因為它已經預見到 這個出生率的問題 受到高房價的影響 會逐漸的下降 而且是比較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它就是希望就是說 大家趕快來生小孩 我們中國的一個人口的問題 面臨到一個緊張 但是你知道嗎 他們原本只有預估說 在2018年整個出生率 大概是2017年整個出生率 大概會有2000萬人口左右 結果中國實際的出生率 現在只有1723萬 少了300萬 那跟台灣很像啊 是 台灣現在年輕人的少子化根 不結婚不生小孩 都是一模一樣的壓力啊 是 而且台灣的這個問題 你知道台灣是全世界 出生率第三 應該算是 少的話是排名第三高啦 就是第三低的 我們只比誰好 我們只比新加坡跟澳門好 我們去年的小孩子的出生率 已經正式跌破了20萬 而且我們平均下來 只有1.17個 一個就是出生人口數 平均來講 那日本 我們知道日本的經濟 是長期以來是低迷 那你知道 日本呢 這幾年大概70幾月 他們的經濟是呈現 一個經濟擴張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是不是覺得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日本人 比較感深 不好意思 日本人一樣是 日本人去年的一個 總人口的一個減少幅度 是首度 就是突破40萬 高達44萬 這是創了日本120年以來最高的一個幅度 為什麼這樣講呢 就是說日本它長期因為 它之前1990年左右的一個經濟 一個房地產的泡沫的狀況 導致它30年來 日本人已經養成了 不敢買房子 不敢生小孩 那這個的情況問題已經不是短時間的一個經濟的擴張 或者是經濟的一個帶動之下可以解決的問題 他們就開玩笑說 日本以前是叫做三拋世代 拋棄婚姻拋棄結婚 拋棄小孩 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 你知道盤逆世代即將要圓級了 就是不敢對於所有的一個相關的比較是支出性的 其實面臨到都是全部都是喊咖 所以亞洲國家90年代率先泡沫化的日本 率先不生小孩 在2000年之後換台灣 那台灣的少子化是2000年後到現在 那現在2014 15 16之後換中國大陸的少子化跟不生小孩 而且中國大陸的狀況北上廣更嚴重 而且我覺得中國它比較麻煩的一個問題是 在它今年的房地產泡沫化的情況其實是相當的嚴重 甚至我們已經有中國最新的一個報導 就是有中國的知名的經濟學家 它直接就講說2019年甚至有可能要出現 所謂的一個夢醒時 民司機的一個路線會發生 什麼意思呢 因為中國總房價的一個價值 它已經是高出它中國的GDP的五倍 大家要知道日本1990年的 它當時的一個房地產的泡沫 它的總房市的價值也不過才兩倍 那最近的一次的歐美的金融海嘯 那也還不到兩倍 但是不到兩倍的一個泡沫狀況都已經造成了席捲全世界 那你說中國這一次的五倍的一個GDP的一個膨脹跟泡沫現象 是不是會衝擊是那個是沒有辦法預計的 佩蓁我剛剛開場講 中國夢是習大大大國崛起之後講的 然後當年呢 它講的話 原文叫做兩岸一家親共援中國夢 當時的場景是2014年 那後來在雙層論壇過程當中 柯文哲講了兩岸一家親之後就引來獨派的不滿跟攻擊 那事實上兩岸一家親背後那五個字叫共援中國夢 根據最新的中國所公布的一個統計數據 他們去年2018年的整個GDP是6.5個百分點 是創下代是這應該是1990年以來 1992年以來的最低 這個消息呢讓川普大帝龍心大怨一早發了一個訊息 馬上講說 哎呀那個中國啊不要再不要再搞了吧 不要再瞎搞了吧 來認真來談一下一個真的交易吧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我跟你講這個貿易戰一打下去 你口袋沒有我口袋 誰先倒誰先病 其實是看得很清楚的 那這個你也許可以把它講成是 敵我雙方在校正 可是呢認真非的這一封信 18日發給員工的18萬員工的這一封信 其實透露出了一個端倪 怎麼說呢 你知道華為喔 他在去年2018年 2018年全球的一個手機的智慧型手機的出口市場裡面呢 華為是高居第三 大概有兩億多支 然後那個第一的是那個三星 三星是2.93億支 第二號的是蘋果 然後蘋果是2.25億支 你知道嗎 第一跟第二出口的生產的智慧型手機都是衰退的 衰退8%跟衰退3% 華為成長三成 華為的一個手機的生產是成長三成的情況之下 他告訴你2019年我們要過苦日子 他甚至是直接跟員工說 未來幾年形勢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好 我們有苦日子要過 要對經濟形勢做出正確的估計 他直接下達一個指令是 對於一些可能就是你的表現不如我們預期的員工 我們要進行一個淘汰賽 他直接表明了就是我們要開始進行人員的檢測 就是採檢人員一個計劃 那大家記不記得 採檢人員一個計劃之前最先提出來是誰 鴻海 鴻海在去年11月中的時候是說曝光被外媒報道 曝光一個全球10萬人的採檢人計劃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已經有5萬人從去年10月到現在已經有5萬人被指遣掉 那光講一個蘋果 你知道蘋果這件事情也非常的驚人 蘋果在去年9月的時候 我們知道最近的金周刊報導這一期 不可忽略的蘋果冰封暴 它裡面有去陳述把過去大概從1月2號到往前推的130天 蘋果的整個市值竟然蒸發了4500億美金 相當於台幣是13兆 13.5兆是什麼樣的概念 是蒸發掉12個鴻海或者是兩個台積電的概念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1月2號那個蘋果的庫克他就跳出來講說 未來的整個手機的出貨狀況可能會不如預期 那我們也不會再進一步的去公布一些財測或相關的產品的出貨狀況 這一件事情非同小可 因為從蘋果開始發達以來從來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他在去年一個調降猜測這件事情已經把大家嚇壞了 這一次1月2號的這個公布的行動 讓蘋果的股價一天之內跌了10個百分點 那從1月2號他跌了10個百分點 股價跌到140幾塊的時候 你知道嗎他在10月3號他股價是非衝天的 那時候他的新手機要上市 他股價高達232美元 232美元到147美元 中間竟然只有短短的130天 股價蒸發了39% 那大家就開始回推說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主要有幾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是說整個全世界的一個 對於智慧型手機的一個需求 已經進入了一個高原期 在一個相關的功能沒有突破性的發展的情況之下 大家換手機的需求變趨緩了 所以變得不太願意這麼頻繁更換手機 第二個問題 蘋果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是中美貿易大戰 他的中國的市場 他出貨量第四季 第四季竟然已經少了大概至少有五百萬隻 這個尤其是在12月份是整個是崩跌的 他們去從時間點這一篇報導 他有去推估 跟任正非他的女兒孟晚舟 她在12月2號在加拿大被逮捕的這件事情 有點是一個觸發點 觸發了全中國的一個民族性 然後他們開始反美反蘋果 所以在蘋果整個第四季 中國的銷售量是大跌的 跌到是他們幾乎是腰斬的 蘋果他們內部有去評估過說 整個中國出貨的市場大概有4400萬隻 如果說整個這個市場這樣子崩壞下去的話 蘋果要受傷到什麼程度其實是非常恐怖 蘋果的問題衝擊到整個台灣的供應鏈 蘋果的問題衝擊到整個台灣的供應鏈